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Gin 欢迎来到我们梅一门的 功夫主厨到你家 今天来到的是我们梅一门防空洞 除了这里本来是防空避难所 是真的可以当防空洞之外呢 师傅给我们最重要的心法 这叫防止人心空洞 为什么呢 因为来这里不只是填饱你肚子的空洞 可以吃饭 还有可以看一下我们各式的展览 我们这里还有舞台 所以每个礼拜五礼拜六晚上都会有表演 看完节目之后 想要来吃饭也可以来梅一门防空洞 我们要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大厨 温玲师姐 请出场 大家好 今天文林大厨要帮我们介绍什么菜色呢 炒三丝 好 那这三丝是不是可以做千变万化的材料呢 当然可以 今天呢就是用豆干芹菜 还有红甜椒做搭配 芹菜呢它是一一的话 那我们的豆干原则上都会加到1.5 1.5的分量 芹菜呢 洗涤的时候就是把它剥开 剥开之后呢 留下它的筋切小段一口大小 让它保持在我们三公分以内 注意哦 刚刚讲到色香味化氧 其实李丰山是不是一直很强调就是刀工跟火候 为什么 因为要切成一口的大小 让大家容易咀嚼 豆干要片 在厨房也是来练功夫的 对 好 我们的豆干呢它是非常的嫩的 所以说我们在炒的过程当中 还有在切的过程当中 都要去注意它的完整性 接下来就是红甜椒 其实我师傅常常在厨房也提醒 我们要格物 任何东西都希望能够用到净 物净其用 对 所以那个蒂头你就等于是 也不用留太多要去熟的 是的 因为它已经在洗涤的过程当中 都已经洗干净了 训练刀工就是锻炼我们自己的耐性 接下来就看我们的食材 它是不是很厚 很厚的话我们就会去把它再片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灵活度 也更能够体现师傅的化氧精神 这个东西要让它煮起来烹饪到透跟软 它有时候真的不能太厚 对 这个是属于三丝当中 比较着重颜色的 芹菜 红甜椒 豆干 是 就是这三样 那我们接下来要准备下锅咯 对 下锅 先把油先放下去之后 稍微等待一下它的油温 是 先下我们的红甜椒 对 有人讲说 为什么你要先下红甜椒 这个红甜椒它很需要的就是用火力慢慢让它透 把它均匀的炒匀之后它会有个香气起来 香气起来的话就可以下我们的豆干 所以我们看香气起来就可以下豆干 对 是 下的豆干不要一直去炒炒它 而是在于说它是不是很匀 加热之后呢它会有一个金黄色的出现 因为火太大它就焦掉了 所以你说豆干要炒到金黄色 再黄一点点的颜色 就是它的表面只要有带一点金黄 我们就接下来就要下一个步骤 加上酱油 对 往旁边慢慢加 不要急的一下子就把它全部都做完 然后加完之后呢 我们要加些许的水 铺点水 然后之后呢就是焖煮豆干 它要熟透软的时候呢 而且又要入味 它就靠这一个这个阶段性 所以我们加完酱油在泼水之后 大概要焖到什么程度 焖几分钟 差不多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 你看它的香气非常香了 之后呢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芹菜 芹菜 先把它拌匀 今天呢我也是特别 把我们的米酒带过来了 米酒要加多少量 米酒一样 就是看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 稍微加一点就好了 你不用担心小孩子不能吃 只要我不盖盖 直接就是慢慢的 挥发掉 对让它的酒气挥发 所以我们推广素食 如果您本身是因为宗教元素吃素 那其实不加酒也可以 最后呢就是把剩下的一些水 加下去之后呢也是一样 把它盖起来 五分钟的话先盖 就是最后一道手续就是加我们的 盐巴 还有一个胡椒粉 而且师傅常说胡椒可以通气 是的通废气 没错 然后把它拌匀之后呢 它会一直香气会一直一直一直上来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香油 一定要在热的时候呢把它铺上去 要铺一点点就好了 对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之后呢就可以关火 哇我们今天成品完成了 三思二行炒三思 也是我们客家小炒芹菜炒豆干 当然影片的最后我们都要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 我们美门官方的频道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赞 好香喔 哇 果真加酒不一样 对 咱们